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钱学森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以党性保证 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有做假的 有骗人的 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听到这样的话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诧异 在我们的印象里 钱学森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中国航天之父 是中国导弹之父 另外还有中国的自动化控制 中国的火箭等等等等这些 他们都是钱学森的儿子 所以说钱学森 他就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学者 一个科学家 那么他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人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相信这是大伙心里边都在好奇的一个问题 要研究这个问题 咱们得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背景 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 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这个时期很不一般啊 正好是中国的所谓的特异功能的热潮 非常非常火热的时候 在85年之前出生的朋友 可能都有印象 当时最流行的是什么呀 是什么气功啊 武功啊 神功啊 开发什么特异功能啊 都是这个 在这些领域啊 当时还产生了很多名人 比如说咱们耳熟能详的张宝胜啊 或者是海灯法师啊 再比如气功大师严星啊 张宏宝啊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当时很流行 名造一时的东西 其实归根结底 它就只有四个字 咱们都能看出来 哪四个字啊 特异功能 对于钱学森钱老先生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其实啊 他也非常热衷于 研究这个特异功能 为了特异功能的研究 钱老先生也做过非常多的努力 甚至可以说 当年的中国 对于特异功能的研究 都是由钱学森来进行主导的 另外甚至当时的一些高层领导 也都在支持这样的研究 可能很多人就感到很疑惑了 为什么钱老先生 他会研究这些呢 他又是怎么跟这些看似飘渺的所谓的特异功能搭上边的呢 这个事儿 那就说来话长了 要从我国的特异功能研究 也叫做人体科学研究的开端 开始说起 在1979年3月11号 这一天的四川 四川日报 经过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批准 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名字叫做 大足县 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 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这篇报道说什么 说在四川大足县 有一个12岁的孩子 叫唐宇 这个孩子有特异功能 能用耳朵认字 这个报道一出来 唐宇一下子就火了 可以说是大江南北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甚至很多孩子也学唐宇 也想办法用耳朵 或者用其他部位认字 就是不用眼睛 果不其然 在3月11号唐宇的这个消息 报道出来之后 还不到一个月 4月6号 安徽省科技报 又报道了一位12岁的女中学生 胡莲 也能用耳朵认字 马上过了一周 到了4月13号 北京科技报 报道说 北京一个8岁的小孩子 叫江燕 能用耳朵认字 还能辨认徒刑 之后又过了一周 到了4月20号 河北科技报 说河北苍县 一个15岁的女学生 瑞华 用耳朵 能辨认文字和图片 紧接着光明日报 也报道说 北京一个11岁的女学生 叫王斌 能用耳朵和腋下部位 来认字 而且她的姐姐王强 据说也有类似的能力 你看 这唐宇一出来 后边一万个唐宇 在全国各地 犹如雨后春孙一般 全出来了 这么一搞啊 就很容易给咱们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感觉这些唐宇啊 全都是骗人的 那么他们到底 是不是真的呢 后边这些跟风的唐宇 咱们先不说 不过一开始 这个四川大族县的 这个真正的唐宇 咱们倒是可以 去研究一下 咱们先来看看当时这篇报道 那是怎么写的 我从这篇报道里 摘选一段 给大伙念一下 为了证实此事 公社干部又写了 猪 牛 马 羊 狗等字 揉称一团 唐宇接过去 贴近耳边 静听一会儿 随口就读出来了 县科委文教局 又派人核实 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 写上尖端科学四个字 并且故意把尖端的端 错写成锐字 给唐宇放在耳朵里辨认 唐宇照样是一一认出 并指出其中端字写错了 在考察中 还发现唐宇能鉴别字的颜色 是红色 蓝色 还是黑色 是用毛笔写的 还是用钢笔写的 消息传到江津地区机关 地位领导同志经过考察 上报到省委 记者文讯赶往现场 进一步对此事进行考察 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 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 有的叠成若干层 有的柔成小纸团 交给唐宇用耳朵辨认 每张字条 唐宇只用了几分钟 就能辨认出来了 这是咱们节选的 当时报道当中的一段 单单从这一段里边 咱们就能够看出来 在知道了唐宇这个特异功能之后 仅仅在这一段报道里 就出现了四个机关或者个人 对他的这个特异功能 进行了验证 分别是当地的公社 县科伟文教局 江津地区的机关领导 以及四川日报的记者 而神奇的是什么呢 每次人们验证唐宇的这个能力 还都能应验没有一次失误 发现他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 也因此呢 在当时唐宇一下子就火了 不过啊 正当这个耳朵认字事件 闹得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这个事情呢 突然之间又发生了一个转折 正当当时这个唐宇能用耳朵认字的事件 闹得非常火热的时候 结果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意外 不到两个月之后 当年的5月5号 人民日报发表了陈祖甲写的一篇文章 叫做从以鼻秀文到以耳认字 之后到了18号 叶胜桃的一篇文章 叫做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 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这两篇文章 对耳朵认字事件 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 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自此之后呢 陆陆续续的其他媒体 也开始跟着对这个耳朵认字事件 开始进行抨击和反对 说这是迷信 是假的 当时有一篇文章 还专门进行了所谓的揭秘 号称是破解了唐宇听字的方法 说其实啊 每一次都是唐宇偷偷的打开纸团 看了一眼是什么字 然后呢 装模作样的摆个动作 假装是听出来了 再说出来 如果没有成功的偷看到的话 就声称今天不在状态 没法表演 不过当时这篇揭秘文章 后来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因为他给出的这个解释啊 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您想啊 一个12岁的孩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 偷偷摸摸的 把团好的纸条拆开再看一眼 然后再重新团起来 放到耳朵边 可能吗 就算能 这也太难了 那反正我是做不到 我当时十几岁的时候 还在那玩泥巴呢 有关这篇报道 这篇揭秘文章的具体内容 以及咱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我会在周末 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去专门的发一个推送 把这个文章也贴上 今天咱们那种比较多 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啊 就是说当时 从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 发出来之后 全国上下 又突然之间呢 开始对这个耳朵认字事件 开始进行打压和抨击 言归正传 为什么说这个耳朵认字事件 他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就突然遭到了这样的转折呢 为什么 还有这个人民日报 给起头呢 还有这个著名的 叶胜桃陈祖甲 写文章 抨击他们呢 这个事的起因啊 其实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宣传动态上的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都说了什么呢 咱们也是摘选其中的一段 我来给您念念 念完之后 您就明白了 其中有一篇文章 叫 未经科学鉴定的歧视 不宜宣传 这篇文章里 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对此奇闻 很多人都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 即使确有歧视 在未做出科学鉴定之前 如此公开宣传 也是不妥当的 这种宣传 突然增加人们的迷信传说 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 抑郁的流传 对我们的事业 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从这段话里边 咱们也能够看出来 在现如今 咱们国家为什么 会对一些离奇神秘的事件 加以封锁的原因 总之就是在这两篇文章 出来之后 各个媒体们才意识到 哦 这个事还没有科学解释 咱们还不能说 于是媒体们 转而开始对耳朵认字事件 进行猛烈的打压 后来首先报道了 唐宇事件的四川日报编辑部 还专门的做了一次自我批评 非常深刻 不过说到这儿 这个耳朵认字事件呢 其实还没完 因为在当时 人民日报发表了 陈租甲和叶胜桃的 这两篇文章之后 很多人民群众不干 当时人民日报 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收到了200多封读者来信 这些来信 对人民日报反对耳朵认字事件的行为 也是毁育参半 有人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说这是严谨科学的表现 还有人说呢 说他们做的不对 说他们这个文章啊 一点说服力没有 没法让群众信服 我们感觉你做的不对 就这样 读者来信不断 对这起事件的争论呢 也是一直在进行着 不过长久下来 也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没人能说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慢慢的僵持了一个多月 到了1979年的6月18号 在这一天 香港的明报 突然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理论上 给耳朵认字事件 以有力的支持 等于说 是挺这个耳朵认字事件 于是香港明报的这篇文章一出 原本被人民日报打压下去的 这个耳朵认字热潮 又一次开始恢复了生机 并且开始迅速的扩散 这个速度啊 非常非常快 甚至短短几天之内 就跨过大洋 传到了美国 一发不可收拾 由此 有关特异功能的浪潮 开始正式在国内挂起来 当时在全国上下 有上百家报刊 投入到了特异功能的宣传 和研究事业当中 其中有一个叫自然杂志的 更是鼎力扶持 特异功能研究的科学家们 甚至出资出力 主持召开了一个 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讨会 这个会议啊 非常有代表性 在后面咱们会说到 当时钱学森 也是这个会议的主力之一 另外呢 全国的几十所高校和科研单位 也都趁热打铁 把特异功能的研究 列为重要课题 以至于在1981年5月 在重庆召开第二届 人体科学讨论会的时候 参加的高校和科研单位 已经高达106个了 他们提交的论文数目 有147片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那以上刚刚咱们说的 这就是当时最先出来的 这么一起特异功能事件 有关唐宇用耳朵认字的事情 之前可能有不少人 都知道国外的很多 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还有这些国外的机构们 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神秘的计划 比如什么绝地计划呀 新闻计划呀 听得咱们是耳朵都痒痒 但是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在我国 也有这么一段时期 特异功能被大量的研究和开发 被试图应用在军事 教育 医疗等各个领域当中 我国的很多尖端的学者 包括钱学森 陈信等等 都是这段时期的推动者 而这段时期的开端 也就是当年的 那篇唐宇的报道 这篇报道问世之后 中国人体科学 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这才算是正式的起步了 好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继续来说 咱们下期继续来说 今 manipul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